王大人 放心 此事交给我了 此事交给我和太子来处理即可 肯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 太子殿下 我们开始吧 来吧 王大人 请关闭此处的院门 不要让任何人来打扰我们 仙长放心 绝不会有任何人来打扰你们的 殿下不需要换身装备吗 这尸体恐怕有点吓人 我自幼便跟随父皇 上过战场杀过人 什么场面没见过 不就是个溺水的尸体 有什么可怕的 既然殿下这么说 那我就放心了 跟你说过的 巨人关的尸体确实有点吓人 五所的报告上说 死者没有接触到水 却是溺王的死状 但既然有死者出现 死者又不是死于自杀 那必然会有一个凶手 只是我想不出来 凶手是用了什么手法 印象里没有哪个侦探故事 有类似的案例呀 还想着拖着太子一起破案 把功劳分给他 加速他的内心膨胀 让他早点谋反 没想到 这案子这么棋手 沈长青 你盯着尸体看了半天了 有发现吗 这么快就还过来了 看来确实有点能耐 怎么跟本王说话呢 你这是巴结本王的态度吗 谁要巴结你了 你说什么呢 是本王冲动了 沈长青怎么可能会承认 他要巴结我 传扬出去 他还怎么在朝中立足 没事没事 你就当本王刚才说胡话了 你看尸体半天了 有发现吗 殿下也看了尸体 有发现吗 当然有 本王已经破案了 死者死于溺水 体表却没有沾水的痕迹 那只有一种可能 什么可能 死者是被水鬼害死的 此案其实是妖魔作祟 殿下 这就是你的发现 没错 难道你觉得 我说的有问题 怎么了 我真傻 我怎么会相信这笨蛋能有发现啊 我竟然还想着扶持这一货 喂你说什么呢 还查不查案了 查自然是要查的 但现在没什么思路 哎 本王分析的难道不对 你觉得不是鬼怪作祟 那这几个人是怎么死的 是啊 他们的死法这么奇特 等等 我竟然忽略了这一点 哎 你发现什么了 得罪了 沈长青 你要干什么 查案 验证我的一个猜想 呃 沈长青 你竟然对尸体做出如此残忍 亵渎之举 我受不饶了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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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低估了沈长青 他面对这样的尸体竟然能 便不改色 平时肯定是个心狠手辣之人 哎 难怪他能一再坏我好事 得他相助 王将如我天意 定能成就大事 太子殿下 你没事吧 怎么又吐了 呃 呃 本王哪吐了 我刚才只是 无理太闷 出来透透气而已 太子殿下 我有事要向你帮忙 你能找来几个武林高手吗 沈长青 道法通神 又认识袁守成那些高人 为何要找我要武林高手 你是因为太子 不会手底下连几个高手都没有吧 哦 他是要试探我的实力 也是 他这样的人物啊 怎么可能随随便便就投靠我 哈哈哈哈 不就是几个高手吗 不瞒你说 本王麾下各种高人都有 区区武林高手 要几个来几个 太好了 那我就劳烦太子 找几个高手来 我们今晚 要在这里过夜 今晚在这儿过夜 呃 你刚才对尸体 那样 你还敢在这儿过夜 我对尸体哪样了 那是为了查案好不好 再说你有什么资格说我 直到现在 你对查案有什么贡献吗 本王没贡献吗 好 不就是在这儿过夜吗 本王陪你 见过太子殿下 沈仙长 张无敌 王不败 我手底下两大顶级高手 厉害得很 听名字可不像是多厉害的角色 看来得让你看看 他们的真功夫 仙长看好了 怎么样 厉害吧 果然就是俩废物 也罢 有救比没有好 二位 有劳你们暗中潜伏 观察防腐 是否有异常 有消息及时来通报 没问题 交给我们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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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